一百个伤感语录 一,我以为终有一天,我会彻底将爱情忘记,将你忘记,可是,忽然有一天,我听到了一首旧歌,我的眼泪就下来了,因为这首歌,我们一起听过。 二,有没有事过回过头,去看你跟一个人的聊天记录,从一开始到现在,看着看着就笑了,笑着笑着就哭了。 三,有时候不是不懂,只是不想懂,有时候不是不知道,只是不想说出来,有时候不是不明白,而是明白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做,于是就保持了沉默。 四,遇到事情只会由着自己脾气吵架的,这是不懂事,吵架总要吵赢对方的,这是不懂爱。 一个不开心神随便便闹分手的,这是既不懂事又不懂爱。 一百个伤感语录 五,你不知道今天的云有多美,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情是拍照发给你,可是突然想起来,我们已经很久不联系了,我突然又觉得,其实云没那么好看了。 六,总有一天,你会对着过去的伤痛微笑,你会感谢离开你的那个人,他配不上你的爱,你的好,你的痴心。 他终究不是命定的那个人,幸好他不是。 一百个伤感语录 七,很多年以后,当我抬头看天时,飞鸟掠过的痕迹已找不到,只剩晃悠悠的浮云流逝时之离破碎的天空,而我却依然也永远是你的路人,甲乙丙丁。 八,总有些回忆在叹息声中宠妇上演,时光磨缩后的旧电影越发沧桑击凉,果然间在站在荧幕前时,心已经不痛了,眼睛也不红了。 只是,叹息多了。 一百个伤感语录 九,别再卑微地挽留了,当一个人不爱你的时候,你的好都会变成他无法忍耐的借口。 后来的我们都会明白,无论我们想与不想,该离开的总是会离开。 十,孤独,不是孤单,不是一个人吃饭旅行,一个人走走停停。 孤独,是开始时不在乎有没有人陪伴,后来就开始不希望有人陪伴,觉得会是一种打扰。 一百个伤感语录 十一,你以为我没回头,我以为你没挽留。 很多时候你只是没来得及回头,人生中最后一次见面就从纸缝溜走。 死别,尽你岁月无波澜,尽我余生不悲欢。 十二,一颗心要伤多少次,才会被迫选择放弃,一个人要杀得多少回,才知自己只是多余。 如今冰封的心,曾经是最热烈,如今无情的人,曾经是最深情。 一百个伤感语录 十三,有没有人像我一样,每到夜晚总会想到一些人,想起一些事,然后不由自主地流泪。 白天又继续做回那个嘻嘻哈哈爱笑的孩子,只是笑得有些落寞。 十四,他并不喜欢你,只是喜欢被你喜欢,偶尔会对你是好,是怕你不喜欢他,怕突然失去被你爱慕的那种虚荣,就像狗跑远的主人会叫一下他的名字一样。 一百个伤感语录 十五,有的人,该忘就忘了吧,人家不在乎你,又何必委屈自己呢? 你所谓的念念不忘,在自己眼里,这是爱,在对方眼里,这是烦,在别人眼里,这是见。 十六,最难过的不是不曾遇见,而是遇见了也得到了,又匆忙地失去。 然后在心底留了一道疤,他让你什么时候疼,就什么时候疼,你连反抗的权力都没有。 一百个伤感语录 十七,你要明白,在烫手的水还是会凉,在饱满的热情还是会退散,在爱的人还是会离开,所以你要乖,要长大,不在张口就是来日方长,而要习惯走人茶凉。 十八,青春是什么?青春就是莫名其妙,就是干傻事,就是爱上不该爱的人,就是互相嫉妒,只想成为对方,不想变成自己,就是告别,永不再来,永远怀念。 一百个伤感语录 一,我以为终有一天,我会彻底将爱情忘记,将你忘记,可是,忽然有一天,我听到了一首旧歌,我的眼泪就下来了。 因为这首歌,我们一起听过。 二,有没有事过回过头,去看你跟一个人的聊天记录,从一开始到现在,看着看着就笑了,笑着笑着就哭了。 一个人,从陌生走近你,然后再陌生。 一百个伤感语录 三,有时候不是不懂,只是不想懂,有时候不是不知道,只是不想说出来,有时候不是不明白, 而是明白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做,于是就保持了沉默。 四,遇到事情只会由着自己脾气吵架的,这是不懂事,吵架总要吵赢对方的,这是不懂爱,一个不开心随随便便闹分手的,这是既不懂事又不懂爱。 一百个伤感语录 五,你不知道今天的云有多美,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情是拍照发给你,可是突然想起来,我们已经很久不联系了,我突然又觉得,其实云没那么好看了。 六,总有一天,你会对着过去的伤痛微笑。 你会感谢离开你的那个人,他配不上你的爱,你的好,你的痴心。 他终究不是命定的那个人,幸好他不是。 一百个伤感语录 七,很多年以后,当我抬头看天时,飞鸟掠过的痕迹已找不到,只剩晃悠悠的浮云流逝时之离破碎的天空,而我却依然也永远是你的路人,甲乙丙丁。 八,总有些回忆在叹息声中重复上演,时光磨缩后的旧电影越发沧桑凄凉,偶然间在站在荧幕前时,心已经不痛了,眼睛也不红了。 只是,叹息多了。 一百个伤感语录 九,别再卑微地挽留了,当一个人不爱你的时候,你的好都会变成他无法忍耐的借口。 后来的我们都会明白,无论我们想与不想,该离开的总是会离开。 十,孤独,不是孤单,不是一个人吃饭旅行,一个人走走停停。 孤独,是开始时不在乎有没有人陪伴,后来就开始不希望有人陪伴,觉得会是一种打扰。 一百个伤感语录 十一,你以为我没回头,我以为你没挽留。 很多时候你只是没来得及回头,人生中最后一次见面就从指缝溜走。 死别,尽你岁月无波澜,尽我余生不悲欢。 十二,一颗心要伤多少次,才会被迫选择放弃,一个人要傻等多少回,才知自己只是多余。 如今冰封的心,曾经是最热烈,如今无情的人,曾经是最深情。 一百个伤感语录 十三,有没有人像我一样,每到夜晚总会想到一些人,想起一些事,然后不由自主地流泪。 白天又继续做回那个嘻嘻哈哈爱笑的孩子,只是笑得有些落寞。 十四,他并不喜欢你,只是喜欢被你喜欢,偶尔会对你是好,是怕你不喜欢他,怕突然失去被你爱慕的那种虚荣,就像狗跑远的主人会叫一下他的名字一样。 一百个伤感语录 十五,有的人,该忘就忘了吧,人家不在乎你,又何必委屈自己呢? 你所谓的念念不忘,在自己眼里,这是爱,在对方眼里,这是烦,在别人眼里,这是见。 十六,最难过的不是不曾遇见,而是遇见了也得到了,又匆忙地失去。 然后在心底留了一道疤,他让你什么时候疼,就什么时候疼,你连反抗的权力都没有。 一百个伤感语录 十七,你要明白,在烫手的水还是会凉,在饱满的热情还是会退散,在爱的人还是会离开,所以你要乖,要长大,不在张口就是来日方长,而要习惯走人茶凉。 十八,青春是什么?青春就是莫名其妙,就是干傻事,就是爱上不该爱的人。 就是互相嫉妒,只想成为对方,不想变成自己。 就是告别,永不再来,永远怀念。 一百个伤感语录 十九,如果可以哭,我也不想忍,如果可以自私,我也不想退让,如果可以懦弱,我也不想坚强,如果可以放手,我也不想继续执着,但遗憾的是,人生没有如果。 二十,坑是你自己挖的,跳也是你心甘情愿的,可到了最后你会发现你不仅爬不出来而且里面只有你一个人。 果然,想的太多会让人万劫不复,收起渴望,好好生活。